自閉症人士和普通人一樣 由青年邁向成人階段的過程 充滿著不同的改變和挑戰 而獨立生活技能 是青年成功過渡到成年的指標 然而基於高功能自閉症青年的特質 於適應轉變方面比一般人困難 所面對的成長挑戰就變得更加大 24歲的Michael患有高功能自閉症 即是語言能力和智力方面與普通人無異 但擁有典型自閉症普系障礙的特質 例如社交溝通困難、思想固執等情況 令媽媽Windy非常擔心 其實她小時候參與監務的時間沒有太多 因為功夫也很忙 不過在自己能力中 我們也看到她的歸納、整合能力比較弱 當時也會有些擔心 因為最主要是對於她的情況和病症 不是那麼了解 獨立生活的定義包括溝通管理、 預備膳食及清潔、健康管理、 處理家務及家居維修、 救物、社區流動 例如承搭交通工具、 財務管理及危機處理 協康會於2016至2020年期間 收集了約300名15至40歲高功能自閉症青年 有關獨立生活技能方面的評估 只有8%的青年可以完全獨立生活 當中更有四分之一人是需要協助才能獨立生活 我想在她們的特徵上 其實她們本身一些計劃和組織的能力都比較弱 還有她們有時有些固執行為 或者一些特定的興趣 令她們對於一些環境上 要求她做多些一些監戶上的事 她們所產生的焦慮或者一些壓力 會更加大 舉例就是她們根本完全不懂得去煮食 她們也沒有洗衣服的概念 可能家人已經幫她們完成了 或者洗碗可能你會發覺 洗完出來整個番茄店還在碟上 都會試過見過 協康會為高功能自閉症青年 提供獨立生活技能訓練 其中包括煮食、家居清潔、金錢管理 社區適應及危機處理等等 我們的形式有很多變 透過評估之後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個別的訓練 亦都有小組 甚至我們舉辦一些獨立生活型 去幫她們提升的獨立生活技能 在房間裡 地方雖然不是很大 你看到有床鋪 她們要做的是 學習自己整理自己的床鋪 更換、摺好 我們會在裡面也有機會燙衣服 以及要自己摺好自己的衣服 掛好等等 財務管理上 他們首先要跟生活摺回軌 我們很簡單的活動 就是讓他們猜猜 譬如一包八公斤的米 他們究竟要多少錢 官憑上網 他們自己用的計劃是多少錢 究竟有哪些東西 是自己必須要去付的 哪些東西其實是可以有選擇的 或者可以有取捨的 Michael參加了計劃之後 在職業治療訓練和社工協助之下 學習多種獨立生活技能 時間管理和規劃方面 亦大有進步 雖然她經常說自己不行 經常說自己很多東西都未吃 不過我又覺得她學起來 其實都上手 對她來說 我都有信心 可以獨立 生活得到 令Windy因為 是兒子自從工作之後 每個月都有給父母家用 日常基本開支 亦都可以自己負責 從來都沒有入不敷支 更加會主動和她一起準備食材和煮食 煮食的技能是好很多 即是洗、切、煮 最近她也有研究做Carbonic意粉 我覺得她也玩得挺開心 有不少家長曾經反映子女 屬於高功能自閉症人士 未有入住宿舍的需要 但又未能完全獨立生活 如果政府可推行 全天候獨立生活技能訓練先度計劃 由非政府機構籌劃及推行 不但減輕政府行政負擔 亦都可以加快對自閉症青年的協助